一直很好奇,北方第一高的,88层的五星级奢华酒店,康莱德酒店长什么样呢? 随我一起见来看看吧,它位于总高350米的市府横龙广场大楼,66到88层,从下往上看真是高颂入云呢。 守护大门的营兵园是一堆鹿,体现辽宁省也是中国鹿乡之名,正前方是栩栩如生的树雕,很逼真。 走在一楼的大堂,很有一种仪式感,到处都是简洁的线条,像一幅抽象的油画。 走过的每一道大门,仿佛就是为你而开,是不是有一种备受尊重的体面呢? 造价100亿的大楼,25亿的装修投资,三家全球顶级的建筑所设计的,前所未有的奢华呀,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登上去了。 电梯里装饰的天鹅绒绿和金色体现了艺术家的味道。 康莱德酒店的高空大堂在88层,数了一下也就是10秒多一点,就直达到88层了,非常的快捷。 只是耳朵的骨膜有点像坐飞机式的账。 电梯非常的快捷,而且平稳,没看出来是什么电梯品牌的。 现在在沈阳也有了高大上的高空餐厅了。 太不可思议了,仅仅10多秒的功夫,就从一层升到了88层。 88层是酒店的大堂,还有三个餐厅。 所有入住的客人都得在这儿办理手续。 大堂上方光芒四射的星星灯,很像闪耀的星空,越看越美丽。 所有来店的嘉宾都会迫不及待地浮烂一下外面的沈阳美景。 大半个沈阳尽收眼底啊,康莱德酒店不仅是圣经之巅,也是东北之巅。 这是康莱德的门馆,沈阳吃自助餐最高的餐厅。 人均价位在200到300多时间。 如果有幸能预定到靠窗的位置,既能一边享受美食,一边还能看落日和美景。 那可是非常浪漫的体验啦。 今天来晚了,餐厅都已经下班了。 服务员在收拾餐台,还剩下几个零星的客人。 走近一看,这里80%的座位都是靠窗的。 这是康莱德酒店的上馆。 下午经常会有一些宝红的小姐姐在这拍照打卡。 晚上是酒吧,有国外的美女在这唱歌。 可以约朋友来这坐一坐。 到处是树枝形的吊灯悬挂空中。 这个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超级的奢华。 服务当然也是非常的细致和周到。 看了一下菜单,30-10块钱也可以在这喝杯咖啡。 跟星巴克的价格也差不多,只不过是零售15%的服务费。 从这个角度看沈阳实在是太美了。 繁华的大都是一览无遗。 平时也没发现沈阳有这么美呀。 此时的我非常的陶醉。 只想银石一手啊。 不知道在这能不能找到我家在哪。 你们看看沈阳的夜晚是不是比白天更迷人漂亮。 下面咱们来看一看一晚上3600的套房长什么样。 这是141平的豪华套房,能270度看窗外的夜景。 这边还有一个餐桌和小型的厨房。 全屋智能操控,满满的科技感。 这个门是活动的,可开可关,动静分离。 还有空气净化器,挺贴心的。 小型的书房可以在这儿静静的看书。 卧室也是空间特别的宽敞舒适。 在这面窗户可以看到日出日落,乃至繁星闪烁的夜景。 真是景色无敌了。 在这儿美美的睡上一晚,一定是一觉到天亮。 独立的衣帽间和超大的室衣镜。 卫生间是干湿分离的,不论是普通客房还是套房。 所有的洗手间都是双洗手盆。 淋浴圈的面积都这么大,也太奢侈了吧。 还配备了一个长长的休息凳子。 设计很迎合北方的天气,设有加热毛巾架和地热。 这个大浴缸泡澡一定是很舒心啦。 此外,酒店还配有泳池健身中心和行政酒廊。 康莱德作为希尔顿酒店旗下的高端酒店,在沈阳也是数一数二的啦。 有机会,一定要来这里体验一下吧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啦。